好,謝謝 那個次長,我直接請教 今天我們的報告裡面第七頁 近期大麻茶器的成效 就是有幾個都有茶器說 有民眾在家裡來種植大麻 來查獲 那我們這個相關 調查局也有在第六頁 也有講到大麻植災場的案件 大麻類的案件不減反針 毒販除了以經濟農業方式 種植大麻等等 我想請教 哪一位可以回答我 那這些毒販為什麼他們 因為大麻相對來講是比較 它可以種植的一個毒品 那我們怎麼樣有效的 正本清源的阻止 這樣的一個類似犯罪行為在發生 有關於大麻的問題 我們是非常重視 在青年開始 我們也有爭取到行政院的一個支持 就這些的大麻 就是插禍的都要加驗 有沒有大麻的尿魚的那個 有沒有陽性的反應 因為你只有從那邊 你說種植的人 不是 只要吸的人 有的話我們另外 就行中有波金會 就吸食的人 就是加驗大麻這個項目 因為以前沒有去驗的話 你就不知道他有沒有吸 市長 我講的是說怎麼樣源頭釜底抽薪啊 是那另外跟委員報告 這部分呢我們有看到最近其實是種植大麻會最增加有兩個進行 一個可能就是疫情的關係 因為那現在就不容易去進來嘛 第二個在網路上我們也看到有一些的去教導怎麼會去種植大麻 那大麻的現在的 因為就是在其他的國家其實大麻 價格算是比較高 尤其是有很多人那個在國外 可能就是他們的俱樂部用藥 所以就吸的情形就比較多 那它的價格比較高 那我們觀察到情形 所以最近是比較高 市長你講到重點啦 因為其實像美國有些州大麻是合法嘛 是 有些州合法嘛 但是 您講到重點 就是說 很多民眾會到網路上可能去學習相關的 是 本席並不是要鼓勵啊 這個行為其實是犯罪的 因為在我們國內種植大麻是犯罪嘛 是 對不對 販賣大麻西斯拉都犯罪嘛 但是本席剛剛上YouTube 打四個關鍵字 大麻種植 跳出琳瑯滿目的影片 而且這個影片 還包括教你怎麼樣修剪 怎麼樣乾燥 怎麼樣採收 甚至還有包括教你怎麼樣 它標題寫喔 收獨家加速營養異秘方 所以換言之 我們國內 我不用換帳號 如果說你講的是說在國外 譬如說美國有些州它是合法 你如果說你的帳號 更改到美國的話 有可能你可以收看到這些影片 但是你在台灣 我的帳號設定在台灣 居然我上這些社群平台 都可以看到這種影片的分享 那這種影片的分享在網路上流傳 你會不會就會加深民眾 他會去容易來獲得這樣的知識去種植 這個我們要怎麼堵決 這個牽涉到新法 有沒有傷害犯罪的一個基心 這部分我們抬高監署會統合相關的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具體的 具體的 我就不秀出這個影片 因為這個我不鼓勵犯罪 但是我現在直接講 在YouTube上 今天此時此刻 還是看得到這一些的影片 而這些影片 兩個部分 一 是不是要主動的找相關的業者來討論 請他們把這樣不適合 我國法令的影片下架 第二 也要追查源頭 這個源頭有沒有可能是 我們台灣的人上傳的 或者是源頭如果說是 從其他國家上傳的 台灣不應該看到這樣的一個影片 您可以同意嗎 包圍我們同意 好 謝謝 另外我想再請教一下 我們也有討論到 當然毒品氾濫 其中一個重點很大的部分 是所謂的毒品也不要進入校園 校園也是我們防護毒品的一個戰場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是說 我們今年是不是有所謂的 毒品防治基金 包圍有 那我們今天有成立三年了 好 毒品防治基金108年 我們有所謂開辦這個 校園毒品防治計畫嘛 好 那毒品防治計畫裡面 只有4800多萬的預算 我可以請教一下 這個預算 對比我們全台灣的 國中以上的學生人數 其實差不多250萬人啊 我們這樣的一個 4000多萬的預算 平均每個人這樣只有 19塊左右啊 市長能不能比較具體的告訴我們 那我們這4000多萬 到底都花在哪個地方上面 這部分是教育部所提的一個計畫 這部分它不可能用在每個學生 可能是重點的一個部分 叫做宣導或者是 所以預算編列是在我們的基金 是在我們法務部 但是執行是由教育部 是 那個審議是在我們法務部 設一個毒品的基金 那我們有沒有針對教育部這邊 去來了解或是考核 或者是確認教育部 他們要怎麼樣執行這樣的一個預算 那這部分都會 年度都會提出相關的一些的 那個成果的一個報告 您是預算是編在這邊嗎 是 當然我們今天我看到大家的報告 您的最後一頁也 您的開宗名義也都有提到是說 要防止 毒品入侵校園的問題嘛 當然校園裡面你可以 講說今天是教育部 教育部我們今天沒有列席嘛 可是本席 我想所有的家長 所有的人員都很關心 毒品侵入校園這個問題 而校園可能會是 很多民眾接觸 煙害或毒品的地步 也因此本席今天特別提出來 我想事後是不是再給本席一個資料 針對這4000多萬到底怎麼樣運用 那以及跟教育部有沒有怎麼樣去確認 他們運用的方式 那您認為說是不是合理 這樣可以嗎 謝謝委員我們會 謝謝次長 那影片的部分就麻煩了 因為本席本來以為查不到 沒想到我隨便打幾個關鍵字 就可以查到那麼詳細 他甚至是一步步的告訴你說怎麼中 我覺得這一點是相對來講 很重要一件事情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次長